掌聲好嗎 謝謝在場各位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真的是很早就來到現場大位了 可以看到你們非常期待這場演出 我也一樣 因為今天就是一個非常吉祥的日子 我們將帶來非常多組精彩這個龍獅演出呢 讓大家可以一飽眼福的 那舞獅嘛 大家說到舞獅就知道 這是一個過年的必備節目 通常是新年啊 元宵 或者是說店鋪開張等等的一些必備節目 但是有一句坊間樓傳的話叫做 行外人看熱鬧 行內人看公家 其實你看著舞獅它是一個娛樂性的表演 但背後它其實也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歷史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 其實舞獅它是魂和舞的結合 它也結合了藝術和武術 所以我們可以說每一位練習舞獅 每一位給大家表演舞獅的呢 都經過選和類的訓練 才可以站到這個台上 來為大家帶來最精彩的演出 那說說舞龍舞獅的故事好了 如果大家好奇 到底舞龍舞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話 我會跟你說是唐朝 就是追溯到唐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五龍舞獅了 但是它最流行的時候呢 卻是在清朝 講到清朝大家肯定記得這個 反性不明的口號哈 那我們就來說一說為什麼 行詩 舞獅跟反性不明有關係的 是因為那時候呢為了反性不明 就有一班東南義師 他們呢就建立了很多秘密組織 暗中練拳 然後練舞 所以大家才會知道說 欸 舞龍舞獅通常跟武術跟武術 是有關係的 那個時候他們也創造了一個獨頭獸 獨角獸 叫做醒詩 醒詩的醒呢 代表的是漢族人的醒目和醒覺 所以呢它有一個非常美好的故事背景在背後的 所以大家可能也會漸漸的覺得 欸 舞龍舞獅跟武館有關係 是不是也是暗地裡跟地下組織有關係 但其實不是的 現在呢我們很多很多的舞龍舞獅團隊 都是自行成隊 經歷過專業的訓練 非常的自律自強 而今天你們即將也會看到他們 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而我們待會每一個出場的這個獅團獅隊呢 都會帶來自己編排的故事 他們的這個表演呢 與其說它只是一場表演 它也是一場藝術 是有大家 是有他們想表達的寓意在背後的 所以呢 敬請大家待會兒 在看他們的表演的時候 可以幫我注意一下 他們整個故事到底是想要帶出一些 什麼樣的訊息 And s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lion dance event or the lion dance performances We always think that it's just a performance but it's actually more than just a performance it is art and in specific it is martial arts because it's talking about body flexibility it's talking about creativity and you have to coordinate your body and most importantly it's about teamwork so there's a lot of underlying stories behind the story of the lion dance and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everyone to witness this great event today and stay tuned for all of the lion dance events later on 那麼話不多說 接下來我們要出場就是 我們的賀山詩 而這個賀山詩待會兒表演呢 是一個尋寶故事 那至於我們的賀山詩 他是怎麼樣進行這個尋寶的表演呢 那當然就請大家要多多看看囉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前面有很多的道具嘛 當時他們就要出場給大家表演 這個才是新的環節了 那麼現在讓我們用掌聲募送 雪龍青銅了 龍師體育會出場規模表演 掌聲有請 來給大家表演 咀嚓 咀嚓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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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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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就想要把他踩走的整個過程 我們的舞獅呢 他真的是唯妙唯操 他的表情每個眨眼 每個嘴巴開起來 都是因為有原因的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舞獅 他踩到輕之後呢 也會很開心 就很調皮有沒有 會整個跳下來 去在地上打滾啊打圈 這就是他們其實 整個舞台去設計的一個競隨 所以我們才說 有時候舞獅 他除了只是表面上看來氣勢澎湃 但是他的一舉一動呢 都是需要互相配合的 比如說 剛才我們就需要看到 獅頭還有獅尾 一個踩上木凳 一個還在地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團隊合作 因為如果他們稍微不注意的話呢 他們就會掉下來 而且看到我們的獅頭獅尾 我們舞獅舞獅團隊 其實非常的年輕 可以見得呢 需要有這麼紮實的基本功 絕對是經過時間的沉澱 才可以呈現出 這麼完美的一個作品 而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呢 剛才我們的敲落打鼓的團隊 一直也是看著我們的舞獅 誒 踩到了嗎 還沒踩到 我們的舞獅現在怎麼樣 是不是已經踩上去了 他們的音樂 跟他們的表演也是相互配合著的 所以說 與其說舞蹈舞獅它只是一場表演 但是我願意說它是一場藝術 它也是一種大家想要呈現的精神 因為是整個團隊一起配合的 而且道具也非常的多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即將要上場的 我們這個旋遊體育會 他們一樣也即將為大家帶來非常精彩的 霍山獅才青表演 剛剛呢其實看到的這個舞龍舞獅叫做 賀山獅才青 而剛剛其實它 我說的是尋寶故事嘛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舞龍舞獅 再配合我們敲鎖打鼓的這個團隊 他們一邊打鼓 一邊配合著我們的舞龍舞獅 找到青 然後再採去水塵裡面的青 這些都是經過一系列細節的安排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旋遊體育會 也會為大家帶來的 就是霍山獅才青 而這裡面呢 又有一些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就請大家待會也拭目以待了 當然如果我們現場有哪一位朋友啊 是想問你們 誒 到底為什麼時會有這樣的設計 我看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跳上去跳下來 歡迎你們舉手 好 我們把麥克風讓給你 如果有什麼想要發問的部分 就讓你們知道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的細節 背後的舞蹈跳舞 我們說的團隊合作 每一人都在一起 每一人都在一起 都必須成為團隊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團隊在舞台上 在舞蹈跳舞 而且他們在舞蹈跳舞 在舞蹈跳舞 他們會有一個團隊的工作 去表演和表演給大家 所以你看他們也很年輕 那是很辛苦的工作和努力 所以舞台舞台是其實一種專業 不是只演出,不是只演出, 但也是一種專業 現在你看我們有另一群舞台舞台 setting up their stage, so let's anticipate and expect some good performances from them. So let's see how we can se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are well trained, and I will say that if you guys have watched Lion Dance before, you must know that actually lots of Lion Dance performers that are actually quite matured, or you haven't seen some players that have been so young, and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o let you guys see how can these young performers present their performances. That's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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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ther than that, including today, we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2月5th, also at the Valentine's Day, a big event. This is where we can become bigger. That's right. We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50% group in the same place. We will focus some Χ there, as we can watch out for you at the Valentine's Day and begin to celebrate it. 然后今天我们也会带来大概十组的武士表演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就记得要留守到最后 当然如果有拍到现场任何的照片的话呢 记得也要上传到脸书 我们世界龙师节马来西亚站 现在呢我们先稍等一会儿大家也可以稍坐休息 我们让我们的团队呢先设计好他们的舞台 待会我们会来继续欣赏他们的武士表演